菲律宾议员对卡加盐省中国学生激增的现象感到震惊 称这是悄然入侵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菲律宾武装部周二 将调查罪遗现象 卡加盐省位于旅宋岛北端 面向台湾 菲律宾星报报道 有超过4600名中国学生在卡加盐的一所私立大学注册 并在土格家劳的多个地点租房 菲律宾军方誓言与国家警察协调调查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弗朗西斯·玛格丽特·帕迪拉表示 军方将与菲律宾国家警察就此事进行协调 帕迪拉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武装部队严肃对待此事 因此我们正在查看此事 但就和平与秩序问题而言 这是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职责 我们将在此事上与他们密切合作 调查将由他们进行 如果他们对武装部队提出请求 那么我们将相应的提供协助 中国学生的突然激增引发菲律宾的国安担忧 尤其是中共在南海和菲律宾的主权纷争日益激烈 迫使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积极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 去年菲律宾同意美国的要求 在美菲加强防疫合作协议的框架下 将美军可使用的基地从五个增加到九个 其中两个位于距离台湾较近的卡江沿省 他们分别是卡米洛 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和拉洛机场 这些地点具有战略意义 可帮助美国在台海战争爆发时 对抗中共对台湾的两栖入侵 此外美军增加了在菲律宾可使用的基地 也加强了菲律宾的防御 北苏里高第二区众议员罗伯特·艾斯·巴伯斯周二表示 中国工人 商人 游客和学生涌入菲律宾令人震惊 并宣称悄然入企已经开始 他们人数众多 怎么可能不引起任何机构的怀疑 除非机构负责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或者非常无能和无知 在马尼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将领 在接受南华早报节目《本周亚洲》采访时也表示 他们的总部阿奎纳尔多营 已经被住在公寓里的中国公民包围 针对立法调查的呼吁 以亲共而被人所知的北卡加盐省省长曼努埃尔曼巴 反而并不在意 他认为 中国学生在卡加盐和全国范围内的存在 是汉语学习机构和高等教育委员会达成协议的结果 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创始主席 防务分析师切斯特·卡巴尔扎告诉本周亚洲 新来的中国人是富有的学生和商人 他们的存在令人怀疑 因为他们是在台湾海峡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美国士兵在旅宋岛北部轮流驻扎的情况下来到该省的 据《马尼拉时报》报道 安全专家表示 在中共的入企性行动引发西菲律宾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中国学生出现在一个美非加强防御合作协议基地附近 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卡加盐省第三区众议员约瑟夫·拉拉发起了一项决议 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为了查明中国公民在北加盐的活动 拉拉将与国家情报和协调局协调 以便更深入研究国家安全问题 在3月20日提交的决议中 拉拉和伊沙贝拉第六选区议员福斯蒂诺·戴伍士表示 这对非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风险 特别是因为这些外国人采取了虚假的计划 中国货轮瑞城6日 今天清晨5点多 行经金门迪山海域附近 一印全舱进水沉没 12名船员坐上紧急救生艇大员 情况危急 虽然地点在限制水域外 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门海巡队本于人道精神 仍在海务中火速派出两艇池员 到场船员已被救走 信无大碍 金门海巡队说 清晨5点多接获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的通报 金门迪山西南5.6里海域有一艘中国籍货轮瑞城6号进水沉没 虽然地点位于我方县制水域外 海巡队本于人道精神 火速派遣两艘巡防艇赶往现场协助搜救 事发当时 一度船出12名船员落海 经相关单位证实 12名船员弃船前 紧急放下救生艇大员 被另一艘中国籍货轮冬移602号救起 此外 瑞城6号可在约7吨重油 12名船员离开前已将油法关闭 暂无漏油一律 事发后 金门海巡队也派员前往附近海域巡查 并与金门县环保局 交通部 航港局等单位交换意见 随时掌握海上的状况 一旦有漏油的情势 随时启动沃方海域的清污作业 日本气象厅表示 4月17号晚间 日本南部四国岛海域发生初步震机为6.4级地震 但没有发布海啸警报 综合路透社和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气象厅表示 镇央位于连接日本南部四国与九州两大岛的海峡 丰厚水道 镇源深度50公里 日本气象厅说 日本爱原县高支县观测到了震度6弱 日本标准的地震 大飞县也观测到震度5弱 日本地震阵级分1至7级 当地媒体报道 一些水管爆裂但尚未报告造成重大损失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告诉记者 四国电力位于爱原县的一方核电站 有一座反应堆正在运行 该核电站没有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林芳正说 有关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目前正在确认当中 九州电力表示 洛尔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也未建议长 求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政府团结一致 全力采取救助受灾者等灾害应急措施 日本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地震很常见 日本地震约展世界六级以上地震的五分之一